救命 真的会被威廉和本特里的名场一笑死 家里正好举行榜名球大赛 威廉信心满满的守卫出战 还不忘却要上自己的女皇宝宝 一炮九个击倒 果然爱情的力量也振奋 来到本特里时 哥哥八卦询问 此话一出 威廉的笑容瞬间凝固 这枸杞程度 点是巨动 不敢这么演吧 拗不过气的威廉突然爆发 率先宣示主权 这气两村都只设底忍不了了 于是他们为了一个女生 开始牛搭起来 到了2022年 为爱大打出手的女主角朴世雅 到底选择谁 我们还不得而知呢 再说了 不过就是一个女生而已 咱们的撩妹天才 威廉寝室丰富着呢 这拨 本餐里临时 跟着哥哥一起参加朋友的生日会 家长都为小朋友们 准备了可爱的半姑 待到了本特里的时候 就在威廉开心撩妹的时候 本特里一声叫唤打破局面 威廉纠结许久 一边是自己喜欢的女生 一边是自己的弟弟 他不得不在两人之中而选一 虽然威廉放弃了情侣发姑 但自己的真心还是需要表明的 于是他带着和绿 找到了个安静的地方表白 但下一秒 七句话出现 站在一旁的本特里刚好看到 于是立马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给哥哥换上 为了哥哥的爱情 本特里可是操碎了心吧 不想做电灯泡的他只好独自一人离开 但看着眼前喜欢的女生 此时穿着本特里裤子的威廉却百感交集 最后 威廉在爱情和弟弟之间选择了后者 寻找取巧后 在在野乐区找到孤独的本特里 我都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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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呢 一个哥空一个弟空 这是什么局势美好兄弟情呢 但没有这些第三方因素出现时 哥哥的过度关心就是本特里潜在的危险 小时候本特里老是被蚊子咬 所以散办拿出蚊子来保护他 咱们威廉在旁看着见不不已 也想进去里面玩 和下一秒去 没办法 自家的哥哥得自己宠人呀 本特里口渴了 宠提狂魔威廉想着弄些橙汁 当他打开冰箱没人真看 随手一拿就手动扎汁 只不过他拿的不是橙子 而是柠檬 本特里哪里管的双车鞋 哥哥的杯子就直接喝了 这味道不一样 他只好求助散吧 其实让弟弟补充多点维生素也是对的 不仅如此 威廉有时候还未在弟弟面前需要自己的实力 一起去玩耍时 他帅气跳进圈内 但没想到吓一样 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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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头大就是不一样一些 脑袋里装的都是其什么奇怪招数 而大头本特里已经常被哥哥调侃 三人一起在家写家训时 威廉突然拿起毛笔慢慢走向本特里 看着一笔不够 但又好星光滴滴补上一笔 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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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三不爸和女子大妈一顿 没有没有 她一并加入了战斗了 我和Mina 教你的亲伴和亲哥是我的伙计呢 我闲 bridge